工人們頂著烈日將太陽能板送上屋頂 並且將管線一一接上 而後還要到機房確認電力御書設備 能夠正常運行 巴基斯坦店家暴漲 讓民眾生活苦不堪言 即便付清了電費 時常還是會遇到停電的狀況 值得慶幸的是隨著科技日新月異 太陽能電池板的價格越來越清明 讓普通家庭也能負擔得起 巴基斯坦政府也祭出免稅政策 力挺企業工廠或是家庭使用太陽能發電 不過這卻讓人懷疑當局是為了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中國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連的好鄰居 信義相交的好朋友 守望相助的好夥伴 患難與共的好兄弟 透過一帶一路倡議 中國向巴基斯坦提供技術 協助開發電力基礎設施 聲稱此舉為巴基斯坦創造了19.2萬個就業機會 然而有許多巴國商人抱怨 他們並沒有從巴中經濟走廊 獲得任何業務 因為政府使用的所有材料 都是向中國公司購買 而且還有許多項目雷聲大雨點小 讓人憂心在北京當局的債務陷阱中 巴基斯坦已無法自拔 3D新聞是被聲報道